日本知名書店進駐竹北 並且和竹北市長鄭朝芳 以及業者共同開箱 竹北是一座三高的城市 也是年輕的城市 那我希望呢 未來我們是一座文化的城市 那我看到了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書店 可以築立在我們的 街道的一個街角 那跟我們的竹北市民 有這麼親近的連結 所以未來呢 我們也會持續的 打造更多的藝文品牌 也會跟我們國際的書店來做連結 那甚至在鳥屋書店的周邊呢 我們也會進行交通的網絡的盤整 像是U-Bike的架設等等 那未來竹北不只是親子的城市 更是文化的城市 一樓我們是做一個挑高的書牆 就是想要讓我們的所有客人 走進來只有一個哇的感覺 因為閱讀我覺得是在一個最舒適挑高的地方 會讓人感覺到沒有壓力 會讓你想在裡面多待久一點 知名書店進駐竹北 同時也引進輕時提供早午餐 下午茶等等的服務 讓民政一邊選書 閱讀還能享用餐點 我們在日本的空間 在日本也一樣 但我們都會用了 書店和咖啡 空間來講 就是在日本呢 我們是有一個概念 叫book and cafe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在日本呢 我們在台灣兩邊 在開店前 我們都會進行一個 就是針對地方顧客的問卷調查 在竹北這個區域 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這邊的居民很期待有書店 還有咖啡廳這樣的一個設施 那我們希望透過我們創造的 這個book and cafe的空間 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的人 我們的消費者呢 也成為空間的風景 那在外面看到這個風景的 這些消費者也被吸引 那進而協想要成為 我們的空間的風景的一環 建設公司和知名書店跨街合作 希望帶動整個街闊的一文氛圍 營造更美好的生活 記者萬事連 新竹 蔡芳報導